不认识 说说 什么事啊 这是我赔给你的 你哪儿来的钱呢 是朱大昌给我的润笔费 那次已经在我那儿了 我想也是 我想你既然得到一笔润笔费 就应该好好存起来 求功名 替自己谋个一官半职 而不是一支千金买我欢心 叔叔 冷冷七弦上 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 惊人多不满 你如果心甘情愿 永远去做一个殿小二的话 就不要写这些孤方自赏的诗了 叔叔 我 把你的东西拿回去 我不要 我只是想弥补那天犯的错误而已 这是我的心意 小姐 你这是何苦呢 你不懂 我得用心良苦啊 你不懂 我得用心良苦啊 明明是足够了 少爷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放手啊 这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什么事儿 热脸贴了朗屁股呗 小六子 我告诉你 我们家公子 他 小六子 那个时候 从来都是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可他为了你 他练倒茶 练端盘子 他费了多大劲 你知道吗 有你这样对人的吗 小六子 对不起 小六子他一急说话就冲 你别放个心上 小龟子 主子 小龟子不是碍掉眼泪的人 可是你也太委屈了 你也知什么 他 我是他干不下去的了 好了 小龟子 你别难过了 干吗 别把你的脸再当桌子擦了 我救他 我救他 你管得着吗 我救他 你管得着吗 我告诉你啊 我要不是看在你还是个中苦的份上 我才懒得理你呢 够妖女东兵 不是好人心 站住 干吗 给我 擦脏了 可别怪我啊 擦脏了呀 你赔 你 你 你要擦是不是 好 我来帮你擦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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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你 这 我 我招谁惹谁了我 哎 来来来啊 都是新货啊 来来来来 都是新货啊 来来来来来 都是新货啊 狼儿 狼儿 你都说了出来透透气 以后再跟这一般人 小姐看 像个屁虫一样 讨厌死了 你以为我想的 我甩掉他们吗 你走那么快 我跟不上吗 你敢往七楼闯不过来 我一有气啊 追走得快 小姐别走得太快 来来来来 狼儿 狼儿 你听我说 哎 田通 快走 别走 别走 郑大贵啊 你们 你们干嘛追的田通好啊 周爷 你不想活了 怎么了 这田通也是你教的 你知不知道他是当今的 十五阿哥 啊 要不是我跟你够朋友啊 我还不跟你说那么多呢 我走了 我走了 十五阿哥 好小子 哎呀 田通 哎 田兄 你们怎么了 没什么 我们再锻炼尸体 跑跑步 哎呀 咱们来了 哎呀 好好好 哎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哎呀 来来 啊快上场 不知道圣绳在不在 哎 莎莎 哎 莎莎 你说这儿 道啥 道啥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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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莎 莎莎莎莎 莎莎莎莎莎莎 蓝儿,这位就是你循面天涯的未婚夫婿啊 对啊,对啊,这是他 对不起,早该请前少爷来此一句了 啊,没关系,没关系 那今天双双作东请各位了 这太不好意思了 这也是小店的荣幸嘛 啊,那就此谢过了 前途,你玩什么把戏啊 我要拆过你 又来了 哎,前途 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啊 好小子,招摇撞骗 连你表秀都不认识了 我告诉你们,他是我外甥 不是什么十五岸哥啊 哎,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哎,前途 哎呀,前途 哎呀,前途 你,你有毛病啊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人哪 你,你活得不耐烦啦 哼 你找死啊你 你敢冒犯天威啊 就是啊,你穷疯了 表舅啊 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找外甥了呢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你看,病得不轻 表舅啊 你忘了,昨天在大街上 你说我是你外甥 说你是我表舅 我让你去看医生 你没去啊 我 我,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找钱总算账去 表舅,表舅,表舅 你看啊,这些外甥呢 他们都忙着呢 我呢,派你去看医生 怎么样 你,你陪我去 哎,对对对 什么话 哎呀,走吧 你干什么派医生 哎呀,走走走去 客官,请用餐 请继续用餐 谁还有心思用餐 咱们找钱业去 走走走走 找钱业去 找钱业去 这是怎么了 这,疯子 你受信了 嗯 他们说他是谁来着 是谁啊 他说是谁啊 哎,我好像听说是十五阿哥 天哪 原来二小姐要找的未婚夫 就是十五阿哥呀 钱通,是十五阿哥 钱通 玩什么把戏啊 我要拆拽你 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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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通,你在哪里啊 钱通 钱通 钱通,你在哪里啊 钱通 不能再这样了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钱通 钱通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钱通啊 别再留恋了 钱通 钱通 小贵子 怎么样了 那个人 那个人啊 还真是见天眼开 你怎么处理的 他见天眼开 等着我拿银子去封他的嘴 钱通呢 钱通回来没有 大家满城的找呢 谁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不过 他有个表舅 等着我到客栈 拿银子封他的嘴 他说一个时辰不见银子 就到衙门去告钱通 小贵子 咱们得帮钱通 渡过难关呢 您怎么说 咱怎么办 他要多少钱 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 哦 这五百两 真压死我 这大清二哥的 要不 咱们找石小姐 去借一点 不行 绝不行 这五百两 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你拿什么做抵押啊 你拿什么做抵押啊 这 这 老爷 这 我们主仆身无分文 拿什么做抵押的 是啊 你是身无分文 可是 你有一个会调教趣趣的小六子 哎 我要他 我 哎 写张卖身器 五百两 你拿走 你你开什么玩笑 我 我会卖身 我才不卖呢 我是不会离开我们家少爷的 哎 那就棉花店着火 别谈了 不行 不能卖啊 少爷 好 嗯 就这么决定了 哦 啊 哎 哎 哎 你你你不要小六子了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虽然小六子是我的仆人 但是我们情同手足 如果老爷执意如此的话 就连十五一并前想 少爷 这 嗯 你身手不错 长相也不讨人厌 啊 老爷 我还会算账 还会写信呢 哦 有这样的好事儿 买一送一 你不后悔 君子言出 四马难追 好一个君子言出 四马难追 来人哪 有 鼻咽伺候 好 哎 你你 少爷 不能卖 不能卖啊 少爷 啊 这怎么得了吧 您是大清的继位皇子 怎么能卖身呢 小鬼子 卖了 双双就不能赶我走了 哎 那你也不能给这当家奴啊 小鬼子 你演得也太深刻了吧 别忘了 咱们现在是什么身份 这 一旦我得到双双的风信 又谁敢把十五二个当做家奴啊 嘿嘿 是啊 对 主的英名 咱们这叫 沁水楼台先得日 什么日啊 是月 月 好了 快把这些银两拿给周表舅 不要确定封住她的嘴啊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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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说 来 某 Target 十分 1004 葬湖 尚 多 如果我们不听何大人的调遣 恐怕马上就要丢官 弄得不好也会掉脑袋的呀 这个我知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听命于他 大人 这个当中还可以以少报多替自己 留下一部分官员呢 这个 我也不是没想过 可是 这件事情 得瞒天过海 光凭咱们 是办不到的 那是 大人 在江水道上 只有只管营生 不论风险的江湖人物 他们会把这种事情 办得天衣无缝 神不知鬼不觉的 这 咱们搭得上些 搭得上 重赏之下必有勇富 大人 这事就交给我吧 何大人 可是有实现的 你可不能给耽误了 兰儿 你确定前通是十五阿哥吗 当然是了 连我阿玛都艳明正身了 错不了的 那 那 那为什么 一个什么表舅的 就把他吓成那样子了 哎呀 这一点也不奇怪 他想夺我 夺你 是啊 哎呀 又不是看在 你跟我青铜姐妹的份上 我还没有脸告诉你呢 我还没有脸告诉你呢 其实 他 他退过我的婚啊 怎么会这样子的 他拒绝我 当他的妃子 所以他就借机 为父初许骂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要他给我一个公道 让我处出这口被人家退婚的煤气 可是我找到他 他 他 他又跑了 我爹说得没错 他 他要温柔一点的 可是 可是我就是不听 所以他在 兰儿 不要着急了 如果他真喜欢你的话 是敢也敢不走的 他 就是就是 兰儿小姐 你看 龙氏舞对我们家小姐 不就这样吗 小单子 好了 兰儿 你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哦 不要哭了 来 我们呢 把眼泪擦干了 坐下来 好想办法 那边 能活着 你 好想办法 你 不认为 你 你 你 不是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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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是他吗 你们一定会不怕 一向三向 等若你 等一向 去 四向 三向 第一 一向 找一向 姜 千公子 您跑哪儿去了 大家都在找您呢 我躲来躲去 可怕我给累死了 小刘萨 麻烦你到楼上 把我之前的东西都给我搬下来 谢谢 然后你就一所了之了 我 上去吧 没事的 这 我们主子说了没事 保准你没事 走啊 走吧 上去 你快上去吧 十五 小刘萨 我真没想到 你们居然 居然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好了好了 别说这些了 您啊 就好好当好你那十五阿哥就行了 其实 我本来没想这么做的 可是 可是你们都知道 这一波一波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我 我 我真的没办法控制自己了 秦公子 不行 我还是要走 秦公子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 你也不是不知道 兰儿小姐是杨大人的女儿 就算你有什么事 她也会帮你啊 你这次真的一走 就再也见不着兰儿姑娘了 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 我当然喜欢了 兰儿那么好 可是 可是那些人 那些人没有怀疑过你吗 好了 小六子 别说了 我也是 你 来 你 事务 说实话 这些日子虽然荣华富贵 可是我无一日之你了 我很后悔 苦爱乌涯 我已同时爱 师父 我知道你是个坦坦荡荡的君子 多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 我前通希望 能有一天报答你的恩情 我告辞了 后会有机 前通 我以为你走了 我以为 你不要人家了 我 我没走啊 我没走 前公子拉儿挡得好着急的 就是就是啊 他都枯视掉好几条手巾了 小单子 好了好了 一场闹剧纵算结束了 前通 今天晚上我要离开这里了 在此向你道别 怎么 你们也要走啊 就是啊 我是想留下来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走啊 因为从现在开始 我和小六子 都是石家的家奴了 哎 哎 爹 反正他们两个人不能住我们家 你这是开玩笑 我花了五百两银子 买了两个下人 就这么算了 哎 我就白花了五百两啊 你这叫什么话呀 你是我女儿 你给我五百两 这就好比啊 我从左口袋入了右口袋 我还是花了五百两啊 双双 咱们家这么多店交给你了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哎呀 反正我不管 他们两个人 就是不能住我们家 哎 双双啊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你娘啊 她死得早 你呢 成天要忙店里的生意 我 我是吃和嫖赌 一样都不会 你说我整天 靠什么打扮日子 不就靠养着蛆蛆 找点乐子吗 哎 这小六子 是个养区区的好手 我把他留在身边 不就是想让他陪陪我吗 那 那那个龙十五 不能留在这 开始啊 我也没有要龙十五 是小六子坚持 再说了 咱们吃管家回老家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回来 这家里外边 也需要一个 能写会算的人 哎 我看这龙十五啊 还行 爹 你再好好想想吧 我担心 我 哎 你担心什么呢 人家主谱的情义深 咱们也不能拆散人家 这样 也未免太刻薄了吧 这也有违我们十家 宽宜待人的家俊呢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啊 哎 爹 嗯 你说这件事情 就这么定了 我也没什么话好说 可是 有一句话 我可要说在前头啊 你说 你说 后果 你自负 好好好 我负我负 我负我负 老爷 啊 他们来了 好好好 来了 来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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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他们到夏人房去吧 哎 是 老爷 哎 走吧 哎 哎 哎 小溜子 来来来 哎 我可跟你说啊 虽然说是夏人房 我可给你找了一间 最好的啊 啊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去吧去吧去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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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儿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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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还不错 嘿嘿 比客栈强多了 嘿嘿嘿 那当然了 这是我们老爷特地交代的 哦 哎 哎 哎 那就拜托小丹子姐姐 以后多多关照我们了 关照自然可以了 但你们要好好做事啊 哎 哎 不要动歪脑筋哦 哎 你们可别给我动歪脑筋啊 否则 我可是要不客气的 哦 休息吧 哎 好 慢走啊 关照是可以的 哎 你们要好好做事啊 哎 不要动歪脑筋哦 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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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怎么样了 他们真住下来了吗 那可不 不过 我已经警告过他们了 他们不敢乱来的 那 那他怎么说 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 就光是笑 这个龙食物 有什么也没说 主子 你不得了 有什么也不得了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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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乐什么呀 小贵子 咱们住进来了 跟双双就这么咫尺相隔 你让我怎么能不开心呢 对 咱们现在就是那个 进水楼台仙德 岳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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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好好 真好 真好 师爷 躲避官方的追踪 对我们走水道的兄弟来说 是小事一桩 不用你多交代 皇爷 我之所以再三交代 是希望你能明白这批货非比寻常 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们会定你的罪的 对于我们来说 货物是不值一文钱的针线也罢 是船市珍宝也好 我们只要把货物平安押到 收取我们应得的佣金 这是规矩 好 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帮我一言为定 你看师伯 平时没少帮助你啊 我不是总找机会让你和双双接近吗 这都没起作用啊 双双对我不重视 大厂 这重视不重视啊 完全靠你自己的表现 我只能从旁协助你 你人品好 家事好 我是很看重你的咯 多谢师伯台 师伯 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啊 什么事 说说看 就是你们家那两个下人 龙十五跟小六子 你把他们开除吧 那原因何在啊 你说他们两个人 天天绕在双双身边的 那个小贵子贼头贼脑的 一看就是个小人 那个龙十五老是自明清高 老是认为自己的才学人品 都比别人高一等 他们天天在一起 日久生情 我 我能放心吗我 我说大厂啊 不是师伯说你 你呀 要对自己有点信心 别老总跟着我们家 那两个下人过不去 我 这个下人哪 他终究是下人 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我还告诉你 我还真不能赶他们两个走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卖身给石家了 小刘巴 来来来来 小刘子 老爷 您看看这是什么 什么 我今天早上从树叶上 一滴一滴收进来的露水 让黑头喝了呀 叫声响 又有劲 师伯 师伯 你这是引狼入室 谁是狼啊 还不知道呢 师伯 你看他喝 师伯 你看他喝 大厂啊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 小刘子 好 我们让你们后悔他 你看你看你看 小刘子 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您瞧 您瞧 黑头喝得多好 你看看是不是 这黑头啊 他喝了露水啊 体力一定好 黑头大将军哪 我能不能赢周园外 卷套你喽 老爷 这您就放一百个心 明天哪 让石家人全都去观战 给黑头助威 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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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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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 少爷一个人在干活啊 你的仆人呢 小刘子跟老爷斗区区去了 留你一个人在这做苦工 这算什么仆人哪 落魄至今还谈什么主仆呢 你倒挺实实物的嘛 人家不是说 食食物者为俊杰吗 小单子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挂在心上 我不知道该不该向你开这个口啊 有话你就说吧 你知道上次我弄脏了小姐的裸裙 这件事情 我一直放在心上 哦 你买了料子 我们小姐没要 那又怎么样呢 其实我弄脏了是衣衫 我应该还衣衫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拿一件小姐的衣衫给我 我想请店里做一件一模一样的还给她 不是我说你啊 你真不应该开这个口 小单子姐姐 叫姐姐没用 就是叫姑妈也没用 十五啊 不是我不帮你 只是 只是我们家小姐对你 算了算了 反正我不能帮你就是了 这 帮什么忙啊 来啊小姐 小姐 我去叫我们家小姐去啊 坐坐坐 收我 双双 千公子 双双啊 你说要好好请我们吃一顿的 今天我们来了 你要请我们吃什么呢 当然是好酒好菜的伺候了 只是呢 我这会儿急得要去乡下收租 那你就不能陪我们了 这么不巧啊 要不然我们陪你一顿 一起去啊 不敢劳驾 兰儿 下次吧 下次呢 我一定好好陪你们的 好吧 小单子 马车备好了吗 备好了小姐 那就少陪了 十五 你好好招待他们 我知道 那我先走了兰儿 嗯 一路小心啊 真能干 那我先走了 那就好了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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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生命 哎呀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让兰儿帮个忙好不好 什么忙啊 我想兰儿一定不会拒绝的 对不对啊 兰儿 帮什么忙啊 你说什么啊 叫我狙击大臣的女儿去偷 哎呀 你 你小声一点啊 不是偷 是戒 是偷是劫都一样了 不撑 兰儿 你就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啊 乖 听话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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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看在您是 就想 我知道 你不要吵 我这个人呢是不喜欢张扬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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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托 谢谢你啊 哪儿的话 搞什么忙 哎呦 讨厌 哪有内剑啊 放哪儿了 哎呀 对不起 小姐 我又忘了带账本了 没事的 回家去拿就好了 嗯 哎 小姐 有贼呀 有有 小丹子 穷空莫追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女孩子 会吃亏的 会吃亏的 那 那 先回房间看看 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哦 小丹子 你去那边看看 哎 行 小丹子 你去哪儿 不是 好啊 房间不比客栈差 而且还不用花钱呢 可是 你却把自己给当了出去 而且是为了我 为你也是为我呀 进水楼台先得月是不是 叔啊 你可真有办法 不过呢 为了双双 这样做也是值得的 小六子回来了 怎么样 赢了吗 雕虫小技 齐开刀上 老爷啊 还赏了我一顿银子呢 双双 兰儿呢 你怎么回来了 不要说那么多了 兰儿去哪儿了 他去你家了 去我家干什么 双双 这怎么回事 我们忘了拿正本 回家去去 刚好碰到一个贼 背着一包东西 家里没人 我们也不敢追 可是到房间里一找 什么东西也没有丢 就捡到这只鞋 这是兰儿的 都被他们绑架了 别待会儿下定论 咱们分头去找 小六子 你和小奶子往东找 我跟小姐往西 切通你往南找 走 赶快走 走走走 走走走 来了来了来了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 慢点 让我看看我的新娘 新娘 你看看我是谁 小姐 小姐 你们抓错人了 怎么会呢 我们是从石双双的房间里 把她抓来的 这不是石双双 不不不 你从哪儿把这两奔断找来的 我我我 少爷 你们没长眼睛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这 放人呢 你去放 你把杨兰儿放了 她不把我撕成两半才怪的 那怎么办呢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我要的是石双双 请问有没有看到这位姑娘 没有 你看这个姑娘的眼睛是很大的 真的没有 怎么办 不知道 你们见过这个人没有 就是这个姑娘 你们好好看一下嘛 对对对头发长长的 脸 脸很瘦的 个子满高满高的 很漂亮很漂亮的那种 很漂亮很漂亮的那种 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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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等等 慑者 到哪里 看看 报告 看 有不 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对啊 你好好看看 眼睛很大的眼睛啊 是是是 我没看见过 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见过没有啊 好好看看 手手的高高的 没有 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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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 狼儿 狼儿 你还好吧 来 来 小心一点啊 来 你先坐下 你还好吧 我没事 还是找狼儿要紧 不行啊 你脚受伤了 我帮你容一容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哦 疼吗 你还没告诉我 兰儿为什么去我家 不瞒你说 是我要兰儿到你房间拿你的衣服 照样做一件再还你 补料都退还给你了 干嘛还那么死心眼呢 我也不知道 自从第一次见到你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你 你知道的 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真情所知 惊世未开 你会失望的 我们还是回去吧 也许他们已经找到兰儿了 你不要走来走去的 反正 我嫌我 你不想把事 我都知道 我带回来 西方洋家 你一直都想把事 你不想把事 那我都想要把事 你不想把事 贼人要劫的不是兰儿小劫 而是双双小劫 请小心门户 前通小六子咱们走 好好好 师父 你要小心啊 我知道 你们确定 蓝儿被人掳走了 嗯 我的天哪 这不得了了 我怎么向杨大人交代 来人哪 赶快调牌人手 给我仔细地去搜 知道了 等一下 你是什么人 这个不重要 我想请问你 朱公子在吗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蓝儿小姐 是在双双小姐房间被抓的 我怀疑 这件事情 跟朱公子有关系 你 你好大的狗胆 你这个无名小卒 你竟敢怀疑我的儿子 来人哪 咱得给我抓起来 是啊 瞒着 我在这儿 谁敢放肆啊 我 你 我告诉你朱小天 你不把狼儿给我找到 你 你这官别想做了 是 是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派人去搜 是 小声遵命 小声遵命 等一下 我们只是要找朱大昌 来人哪 把少爷给我带过来 大人 少爷一早就和朱王出去了 现在还没回来呢 好 我希望这件事情 跟朱大昌没有关系 否则 否则 你掂量掂量 走 好 别喊 我跟你说 我真的不是想绑你 这都是一场误会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 要不这样 我帮你把这块布拿下来 你不要喊也不要叫 好不好 救命 快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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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